2024同时继续的除了我们看到这种对于生态维护 尝试的各种技术性改变之外 当然还有战争 战争还在持续 而这里面美国的摄入越来越深 美国现在同时面对两个方向的军事挑战 北韩加强跟俄罗斯结盟合作 一周内可以三次试射巡弋飞弹 另外已经战事扩大地点就是中东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承认 因为以哈战争外扩的战火 让中东目前是半世纪来最危险的状态 而美国的共和党有好些主战派的议员 几乎立刻对伊朗开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月29日警告 中东地区紧张情势 已是1973年以哈战争后至今50年来最危险的程度 美英 奥加等多国驻军面对伊哈战争 向黎巴嫩红海与约旦外扩 攻击可能来自包括哈马斯 真主党 叶门青年运动以及IS伊斯兰国等 至少四个激进武装组织 美国认定伊朗在背后支持 1月28日攻击美军驻约旦基地的行动 伊朗否认 美国总统拜登与国安团队紧急会商 誓言报复 3名美军罹难 超过40人受伤 8人依然重伤住院 拜登要如何报复才算适当 又不让战事升级呢 显然拜登这次若表现得不够强硬 绝对影响自己的选情 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们纷纷呼吁拜登 立刻对伊朗开战 当时攻击美军基地的无人机 似乎掌握情报 尾随凌晨要返航的美军无人机 并且低飞避过侦测 等到美军辨识出示敌机 开启防空系统已经来不及 距离华府10小时车程外 乔治亚州的韦克罗斯 24岁的美国工兵旅下士桑德斯 为了存大学学费与旅费而入伍 与另外两名同乡不幸殉职 也曾服役的桑德斯父亲 看见两名制服军官到访 坚持要等妻子回家再听噩耗 桑德斯的母亲边开车 边打电话给每个孩子 只有桑德斯没接电话 丧女之痛后48小时 夫妻两人没接到 美国总统拜登的慰问电话 CNN主播视讯采访 问他们希望美军发动报复攻击吗 战争残酷 阿拉伯世界也很有感 桑德斯驻扎在约旦 当地尽管媒体风向报纸标题 都谴责对美军基地的攻击 接访民众的心声可是完全相反 约旦处境左右为难 相近三分之一国名都是巴勒斯坦裔 再停美下去国王女总理的民意支持度都会受到影响 而美国的现实问题是大选将至 两大党阵营背后的犹太裔金主 可不会容许美国劝退以色列 美军的另一难题来自亚洲 俄罗斯与北韩积极密切合作 同时北韩自1月24日到30日 三次试射多枚巡异飞弹 但北韩在1月中宣称 已经开始试射采用新固体燃料的中程极音速飞弹 希望用前射飞弹增加水面下核武攻击的能力 穷兵独武的北韩蠢蠢欲动 威胁东亚区域稳定 而更让人担心的是金正恩接班人的稳定度 已被封为新兴女将军的金正恩次女金主爱 也跟着父亲监督飞弹施舍 擦着眼泪呼吁女性同胞多生小孩增加国力 去年金正恩也承认北韩经济困难 城乡贫富差距大 他的领导风格相较父祖辈而言越来越透明 但挑选接班人的方式也很不一样 从姑父张成泽到同父异母的兄长金正男 都被金正恩一一夺去性命 北韩领导阶层内却出现像外交部长崔善基 以及金正恩包媚金宇正这样作风强悍干练的女性 但外界猜测为了把国家大权留在家族内 目前最可能接班的还是这个据说是11岁的小女孩金主爱 各方推估目前最可能的状况是金正恩担忧自己的健康 所以提早让接班人浮出台面 从小见惯大场面的金主爱 可能是未来影响东亚安全的关键人物之一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